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李潘 齐白石这个名字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它的画价特别地高 比方说画几个虾米就是几百万 然后纸上给再割上几只虫一千万 前不久它的一幅画作松柏高力图 拍出了4.255亿人民币的天价 齐白石的画为什么会那么值钱 齐白石是怎么练成的 生活中的齐白石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恐怕大家都不知道吧 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样的一本书 李嫣聊齐白石 我们通过这本书走进白石老人 我们特别请来了这本书的作者 著名画家李嫣和著名相声演员徐德亮 掌声有请 欢迎您老师 欢迎您 欢迎徐老师 欢迎您 欢迎您 来 两位请坐 聊齐白石的话 一定是两位作者跟白石老人有特殊的渊源 我想问一下 李嫣老师 您跟白石老人见过面吗 非常荣幸 我小的时候见过我的师爷 师爷 我得称师爷 因为我的父亲李苦禅 他是白石老人正式的第一个登堂入室弟子 您父亲 是白石老人的第一个登堂入室的弟子 对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 那时候是在白石老人92岁的时候 也就是1952年 我那年9岁 我小时候不是好孩子 特淘气 大人不愿领着淘气的孩子到人家去 尤其是到老师家去 但有一天我父亲忽然说 你不是想见见齐爷吗 今天我带你去 给齐爷拜年 哎呦 心滑怒晃 但是呢 事先我父亲里有一番导演 说见你齐爷有规矩 今天好些人都给你齐爷拜年 咱们得排着队进去 等轮着你 我一扣子一捅 你我就往前走 记住一句话 齐爷过年好 嗓门高点 去个大工 得过90度大工 这都演练过了 在家里现在导演一番 我记着了 果然那一天到了 到那一看 哎呦 那门都开着 甭关了 哎呀 来拜年的人是鱼贯而入啊 我切场啊 我就光瞪着看 哎呦 坐着腾椅上 哎 一位先锋道先生 是吧 在正中间坐着 那想必是吧 那就是齐爷爷 人家大伙都冲他拜年是吧 确实是相貌 住着那拐杖 哎 住着拐杖 我分了一筒 我就赶快上前去 哎呦 那我就赶快 标准力争站着 亲爱过年好 喊完之后 不知道说什么了是吧 哎 看老先生招手 然后过去 一边招手 一边问我父亲 库产 这个瓦是谁的瓦 湖南人把孩子叫我瓦 是谁的瓦 我父亲说 上次带来是我那大孩子李航 这是我那二孩子李彥 把我搂到怀里了 他跟着就掏那兜 白石老人那个兜特别深 为什么 一辈子受穷受骗惯了 这钱搁的里头不容易偷 掏了一红包来给我 我接过来 马上后退三步 亲爱过来好 亲爱的意思 还是不让我离开 还招手意思示意 别动 那边 冲谁呢 他家有个管家 尹春儒 大家都称他老尹 这个人身份非常特别 他不是咱一般的人 这样的人 你们今后绝对见不着了 是什么人 他太监 前朝太监 怎么就到齐家做事了呢 清朝那时候 有的家生活极苦 养不起了 这孩子 就卖出来了 卖出来了就卖的 这个有的大太监 是吧 他收容这样的人 然后做了这个变性手术之后 他培养他宫里这套规矩 怎么伺候老爷子 是吧 怎么说话 这些宫里这些理 他呢 还没来得及进宫 在清朝灭亡了 后来有人介绍到 白石老人那去了 白石老人心很善 确实家里也需要有这么一个 整个打理家务的这样的一位 所以那天老尹也在场 老尹在场 试一让他把那纸卷拿过来 大伙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打开是一张画 画的就是一只飞翔的 黑和平歌 红嘴 蝶画着两个柿子 两个苹果 搁在栏里头 过去讲谐音 两个柿子 两个苹果 和平歌 叫世世太平 给它是传书 世世太平 92岁 白石 你看它抓住这个鸽子 最美的地方 像圆眼睛 圆脑官 小红嘴 那一点小缝头 特别善良 还有它是飞翔 大胸脯 咱有信鸽 飞上千里 翅膀 你看那个飞鱼 大飞鱼 很长 尤其是那个尾巴 扇面性张开 相当美 你看底下这边 两个柿子 你看那柿子 你看几笔画出来的 底下那柿子 那堆是两笔 是吧 那主笔就出来了 再拿胶末 把湿地画出来了 特别是你看那框 它自个显然编过框 这个画我们看的是图片 我们要是想看看真迹 您现在带来了 那我得带了 是吧 真带了 那大家咱们呼呼着 咱们有幸看看真迹怎么样 聊远如也提示您精彩继续 齐白石 送给儿时李燕的真迹 世事太平 亮相读书 却牵起了一段 辛酸往事 这张画被抄走了 大哭了好几天 就不敢想 一想就哭 那么这幅画 又是怎么物归原主的呢 读书与您继续分享 李燕聊齐白石 咱们来这么多位观众朋友们 不能让大家失望 是不是 我先打你以后打 这么着 你看看真的 画不大 但是非常宝贵 一个是当时创作这张画的 国际背景 时代背景 时代的精神 渗透在这个画里 如果在拍卖会上出现 能大概多少钱 没价钱 为什么呢 没见卖过 我这张画 期间还有一段周折 咱们先收起来 坐下来说 说起这张画 还中间有一段周折 这个在五十多年前 出现了一个我们不愿意再重演的事情 这张画被抄走了 哎呀 这个连给我父亲母亲画的画都抄走了 大哭了好几天 就不敢想 一想就哭 哎呀 很难受 当时已经 心如死灰了 回不来了 不可能回来了 可当拨乱反正以后 忽然接到中央美食宣国花系的书记打了一电话 说你是不是现在有时间到国花系来一趟 有几件你们家的字画 找回来了 你看看是不是你们家的 如果是的话 你认领 我就赶快去了 到哪我 隔老远我就认的 是白石老人给我父亲和给我画的画 尤其是有这幅画 哎呦 当时一看呢 我全身喊毛眼都炸 意外的惊喜 真是意外惊喜 就是丢了齐白石先生的画还能找回来 这也算是传奇了 这后来花钱了吗 没花钱 就白领回来了 我跟你讲 给我们找回画的人到现在也没有漏姓名 完全是雷锋精神 不要任何回报 不留名 这个活雷锋 这太不容易了 现在能有这风格的就是徐德亮了 进到我们家学画 您说到德亮吧 我想起来 这本书 您是作者之一吧 德亮 您跟白石老人 跟李燕老师是什么渊源呢 因为我是拜李燕先生学画 所以白石老人呢 等于是我的师祖 但是我跟李先生聊天 他讲画画的时候啊 不是单讲画画 这一笔怎么画 这一笔怎么画 不是单讲这个 他讲大量的背后的事 就让你从内心各个方面丰富起来 你画的才好 所以讲了好多白石老人的故事 后来我一想 为什么不 因为我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 我为什么不把它整理成文呢 结果就整理出这本书 叫李燕聊齐白石 所以我们讲这些故事 包括图片 非常丰富的细节 书里都有 2010年的时候 我忽然想起来 我小时候画过画画 我小时候画的挺好 后来为什么不画了呢 就是我觉得我这个虾呀 说实话啊 我觉得我跟齐白石先生差不多 后来有机会见到李先生了 我就找李先生 我说我跟您学学画 他说可以呀 你画成什么样 把你的画拿来我看看 我就拿去我画的虾 第一句话就是 李老师 我知道我跟齐先生差很远 但是您得告诉我 我画这虾 跟齐白石画那虾 差在哪儿 还不服气 不是不服气 这个是没法回答的问题 我明白了 您跟着李老师 学了这么多年 您现在明白 这个差距在哪儿了 越学 差距越大 您是明白为什么了 但是呢 我们现在还不太明白 就是说 为什么齐白石老人 他画的就那么好 李老师 您跟我们讲讲 画什么 你对他有生活体会 有一种感情 他从小就看 他水塘里的虾 很有体会 他把这虾的体型放大了 这里都有需要谈一插曲 在哪儿呢 也正是我们这书里提到的 苦禅老人讲 说我的老师 白石老人 他一辈子 可学之处甚多 但是你们要注意 他第一 特别的虚心 是真正的虚心 有一次 画一墙都是虾 正好他这大弟子 李苦禅去了 你爸爸 对了 我的父亲 苦禅 这砍过去虾 怎么样 他老师问学生 我这虾怎么样 说老师 你这虾画的好 好则好也 小点 小点的像这个辣了谷 辣了谷 也叫楼姑 楼姑 说老师 这外头有卖对虾的 您不妨看看 白石老人真认真去看 看完之后回来 就把这虾 用我的话来说 就是把这河沟里的虾 和大对虾 给砸交成一个新品种 我把他叫白石虾 它保持那个对虾 那个大的体型 但同时呢 又保留了河沟虾的两个 大鳌 也叫夹子 体型放大 再有他把那自然的虾 六节改为五节 好歹发现一个规律 往往就是这个 极数比偶数 处理形象美 美 有些人还挑刺 说白石老人画虾不对 应该六节 他画五节了 你看他早年画那虾 六节 错不了 最难画的是什么呢 是虾虚 这点大家要注意了 我们看这个古希腊罗马 有时候表现的飞天 是吧 一个小胖孩 叫安琴 在背上背俩小肉吃 小翅膀 你按照我们常识 那俩翅膀飞得起来吗 是吧 飞不起来 是吧 可是我们敦煌壁画里 那个飞天 身上 没翅膀 没翅膀 跟博士一根羽毛没有 哎呀 他靠动态 一个往这边 一个往那边 就凭着这个飘带啊 就感觉到 那真是失重状态下 哎呦 那飞得好啊 轻盈得很 所以在这个意义来讲 白石老人这虾须就等于是我们灯煌壁画里的飞天的飘带 这虾须啊 我们小时候就画 因为小孩都学过嘛 画青蛙画虾 小孩时候怎么画呢 这甭管大笔小笔啊 把它水告干了 弄成刀形 叫托笔 画完以后 大家会觉得 哎我能画挺好的 小孩也能画 但是你跟真正的真迹相比 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你看他这个前半截有点硬 又有遇见水的那个水波浪的那种 那种感觉 大家都吃过虾 是吧 自打看了齐先生这个画以后 每次我收拾虾的时候 我都把那虾须 那玩半天 就体会这软硬镜 而且每个虾甭管那个虾须有多细 大家仔细看那虾须都是骨的 就甭管它多细 那根虾都是骨起来的 它都是骨的 有生命力 这就是书法功力 您看啊 刚才两位老师啊 也跟我们讲了这个 分析了 怎么来看白石老人画的虾 我觉得现在再来看 就感觉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还是这个艺术啊 还是需要讲解的 就像通过你们 我们读这样的书 也是更接近白石老人 像在书里读到了 好多故事 就是讲到白石老人的小个性 我就觉得他很活生生的就在那了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白石老人挺抠的 在生活中很小气 是真的吗 他是有区别对待的 不是见谁都抠门 不是这样的 首先第一 他这一只手一只笔 养活一大家子人 白石老人这一辈子 净挨蒙受骗 有一天啊 我父亲又到白石画屋 一进去看白石老人 在那站着 这是脸挺高兴的 那么一摞钞票 那么一摞啊 这得多少啊 摸着钞票 心想把这一年的这个饭费都找回来了 我父亲到那去照顾 恭喜老师 贺琪老师 哎呦 您这又卖钱了 哎呦 走近里一看 哎呦 老师啊 这钞票可毛了 什么叫毛了 就是这钞票出去也不能买东西了 自古以来 大家有钞票不能买东西 到底啊 他就不明白 过去那钞票不是像现在咱们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出票子 是吧 那时候好多银行都可以出 那么有的银行它都倒了 作废了 让人挤兑倒了 打了封条了 那钞票不就是废纸了吗 哇 那别人骗他 骗他 给他一摞钞票高兴 不定给人画多少画呢 哦 后来就给他解释半天 这才解释清楚 就是这个艺术大师啊 真正的大师他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那个脑子全映在艺术上了 对于外界这些所谓俗事啊 他平常消息极不灵通 但是您父亲跟齐先生 还是特别贴心的人啊 对啊 齐先生那个齐白石先生买的那个金子 都是他父亲帮着点数 这事也爱骗了 也爱骗了 你叫咱就说这事吧 一说这票子成废纸了 你要换一个人来说啊 听这消息当时能晕了 可是白石老人啊 无动于衷 他这一辈子经历的片也太多了 不是头一回了 赵丽啊 把这票子逼了起来 放在他那画案子的右内角 这画坏的画啊 什么的不用的 就搁那右内角便于清理 起来之后啊 突然示意 就让父亲给拿张纸 扑上 那么在画 我们在画 无奈啊 他有什么办法 他砸银行去 打官司去 他更不会了 只好自己来挽回自己的损失 所以后来 我问这老师 你说现在谁还要票子 要黄金了 都要真玩小黄鱼 要条子金条 后来据说 托可靠的人啊 买了点黄金 白人 托产 我托人 买了点金子 你看一看啊 我父亲进来看 哎呀老师啊 这个学生我虽然穷啊 我不称这个 但是我可懂这个 黄金可分呢 不同橙色三六九等 上等啊 为赤金 中等啊 为黄金 下等为绿金 那显然就蝉铜蝉多了 说老师 您这金子啊 别说绿金了 绿头还有鱼 哈哈哈 就不定掺了多少铜呢 这类的被骗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实在是太多了 可是呢 他对自己的好朋友 自己得意门声 甚至包括像我这徒孙一辈 头一次见面 他就可以无偿赠送 白石老人啊 他非常重感情 我父母收藏他的画 没有一张是从白石老那主动要来的 都是他主动赠送的 他门下有个别弟子 学得很像 造老师的假画 拿到日本卖去 得了不少钱 被他知道了 这也是上个世纪 三四十年代 二三十年代 三十年代 好歹就发现啊 这个弟子苦蝉啊 现在画一钱也不值 那时候他还没笔单呢 没出名啊 明明可以画得非常像 现在有原作为证啊 但就是绝对不造老师的假画 所以他写了首诗啊 他有感触啊 苦蝉学我不似我 苦蝉不为真武徒 就李苦蝉你不干那种造假画事情 你是我的真徒弟 非常宝贝的 一件书法贼 这个您也今天带来了 我得带来啊 我提到了 我不带来多让诸位观众失望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幅 这个白石老人盖的印章是牧人 我就当过牧匠的人 这就是工匠精神 那么这幅字呢 同样 在战乱时期 也丢了 也丢了 怎么找回来的 要不说是缘分呢 有一天忽然在香港的市场上出现了 可是这时候呢 我父亲已经不在了 可是他跟我说过这档子事情 我又看了看那个印刷品 果然就是这幅 最重要就是苦蝉学我不似我 苦蝉不为真武徒 提门人李苦蝉画福 一手 我就让朋友到那去举手去 我不能举手 人认得李苦蝉儿子长什么样 我一举手 人家都举手不累 我举得起嘛 是不是 我这秦华教授那点工资 我可买不起 那这时候已经很贵了 很幸运 因为我没去 仅仅花了四万元人民币就跑回来了 这是哪年啊 但是咱得说哪年啊 大约是十七八年前 十七八年前 十七八年前 不便宜 今天真是保衍服啊 今天我觉得不仅仅是保衍服啊 跟两位老师一起聊到白石老人 他的画为什么好 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艺术的普及 然后呢 同时让我们了解到白石老人那种真性情 走近他 虽然只是讲了一点点的很小很小的细节 但是我们都觉得好像我们离白石老人更近一些了 一个艺术家 他创造的艺术形象 能够在群人中享有这样一种 超级的垄断性 我叫艺术的垄断性 不得了啊 白石老人创造的一系列的形象 现在都成为我们的学习范本 这就是经典 经典 他接受了两大权威的考验 最后形成的自然的市场价格 这两个权威是谁呢 第一是受众 大家都喜欢 第二 是时间 几十年过去 白石老人是已经过五十周年了 大家越看越好 越看越好 哎呦 我觉得这真是大师 所以大师都不是自封的 群众自然而然给的荣誉 如果您想真正地走进他 还是要读这本书吧 李烟 聊 奇白石 好的 感谢两位老师 也谢谢大家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